網絡流傳,香蕉的頭尾呈現綠色,而其他部分是黃色 即是頭尾有塗到催熟劑,而這些催熟劑會導致癌癌 台灣食藥柱曾經澄清香蕉藥果在樹上自然成熟 經常會模發鑽色一致 兩端和中間部分的成熟程度不一樣,導致口感不好 所以台灣目前市面上的香蕉會先在綠熟期時採下來 然後再以低溫催熟,令整條香蕉的成熟程度一致 並不會使用催熟劑,兩頭綠的情況 只是因為果皮鑽色的吸數,達至失成熟左右,並沒有自然風險 據台灣農委會指出,青椒被採收後會擺到14至20度的冷藏庫 大約5至7天而第一天,會利用酒精或電石激發青椒 產生的微量月曦,令到青椒的果皮逐漸變黃 而這些月曦是蔬果的天然催熟劑,不會危害人體 但香蕉成熟時,月曦會自然消散,不會留在香蕉裡面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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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